謝謝 謝謝主席,各位委員 部長,各位政府官員 媒體朋友,公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部長一下 有請吳部長 江偉你好 部長,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也要談到 這個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的行政草案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好的一個事情 我們希望 在這裡面,就是有關這個 校園的霸凌的行為 防治機制,處理程序 其他應徵行的事項的這個準則 那麼 都會在這裡面會顯現出來 那我是要請問說 好像 下一步是要用這個行政命令來規定 是不是 目前我們是朝日修法 還是要修法 還是要修法 對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 應該是用法律來規範 對,法律規範 比較可以保障學生的權益 對齁 所以我想這個 因為 假如說我們用行政命令 在這個 他的一種椰視性 他有所不足 對 這樣這種情形嘛 謝謝江偉 所以我想這個 第一個是跟 這個 部長喔 就是希望說用法律的面來 來處理齁 那第二個齁 就是說齁 欸 我看這個 資料裡面來講的話齁 教育部的霸凌事件解決的這個 解決的這個 例齁 大概 只有百分之六十五 為目標嘛對不對 對 霸凌事件 只有百分之六十五 現在已經 那這個會不會太低啊 已經高達八十四了 通報的案例啊 已經八十四了 原來定的目標是稍微低一點 但是後來努力的結果已經到八十四了 喔 對對對 所以我想 因為我看到這裡面說 寫的是百分之六十五嘛 目標好像比較低一點 原來是定的目標啦 比較含蓄一點 那我是希望說能夠達到這個 百分之八十嘛 那現在部長 已經八十四了 八十四 應該是一個 好的一個現象 對 大家都很努力 因為這個齁 在很多的 學校裡面 其實 現在這個性侵 性騷擾 很多啦 其實 也很難解決啦 像我們這個嘉義有一位齁 來 常來跟我們講啊 他的小孩子在學校 受到這種這個 霸凌 或者是這個 不是霸凌 就是性侵或性騷擾這種情形 結果啊 他去跟 老師啦 跟這個 政府齁 就是縣政府來講的話 他好像都不在理啦 因為這個我還沒有釐清齁 所以我就 沒有辦法再跟 請部長來這個處理這個事情 等我釐清這個 案件以後 我再跟部長來報告 因為他這個 那個他的媽媽 是非常氣憤 說學校都 如果有通報 我們會專案去處理 他沒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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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學校就把它處理掉 這種情形齁 非常多 所以我想這個 有關於這種 讓我們知道 我們來協助 好不好 我們這個 謝謝江委員 那 部長另外就是說 齁 我要請教 說現在目前 齁 我們有這個看到 教育部的這個 規劃裡面 有這個所謂 準斷性的評量 是 那這個準斷性的評量齁 他跟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學校裡面所提行的這個 這個斷考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診斷性的評量其實是 很接近 很接近這個斷考 斷考他也是一種 形成性的評量當中 做診斷的一個功能 了解老師教的怎麼樣 學生學的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學校 假如說 都是 用這個考試齁 那我們以前這個考試 並沒有減少 再加上這個 準斷性的這個評量 可能是齁 這個學生的 考試齁 會越來越多啊 不像我們現在 以前所講說 我們這種這個 所謂國教 是希望能夠減低 我們同學的 他的一種這個 考試的一種 壓力嘛 對不對 是這種形形嘛 那這個 準斷性的這個評量 又增加了考試的這個機率 這樣 是比較好嗎 呃 我想 準斷性的評量齁 就在國一國二齁 然後提供補救教學之用 他不是普測 有各個學校齁 他自行來辦理 當然有教師會建議說 診斷性的評量 能不能跟夜考來結合 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那技術性的問題呢 我們跟新車中心啊 再來做一個研究 跟學校再來做個研究 段考試老師教多少 考多少啦 那自己病體 那診斷性評量是說 由新車中心來提供 到這個夜考為止 根據課綱 它的基本能力是多少 那給老師自己來評量 那個病體可能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技術性問題我們再來研究 我想這個齁 不要使增加這個考試的情況 對不增加壓力 而且你這個 準當性的這個評量啊 他是用寒死家來 來自這種補救的教學 那這個來講的話 學生更沒有休息的時間 對應該是學習中啦 學習中 學習中嗎 診斷出來 給老師知道你教的結果怎麼樣 對啊 看起來沒有 沒有結果你就要利用寒死家來 給他補救教學嘛 是這樣嘛 尊重學校的規劃 原來是有人建議說 如果診斷不及格 寒死家就要到學校來 那這還沒定案 這整個都是在研議當中 還沒有定案齁 對對 那 這個 另外齁這個 我昨天去參加以後 我們嘉義有一些那些 叫做什麼 有一個關於我們十二年國教的齁 先導說明會 不是 這是 哪一個單位在辦的 我現在忘記了齁 縣市教育局他們會辦 那他們這個家長齁 都非常擔心 尤其現在國一的學生啊 他們家長是說齁 那這個現在 到底我們到三年級以後 到底要怎麼 都沒有一個 非常明確的這種規劃出來 所以他們 認為說 這個假如說齁 一百零三年齁 能不能夠 真的 能夠如期來舉行 那怎麼樣 他們能夠曉得說 現在 目前的這個學期的這種 分 這種這個 編制的這種方式 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他們現在到目前為止齁 都還是 有點 不是很了解 而且他們講到說 比如說我們把這個 銀林啊 把它換成一個期對不對 把銀林現在換成一個期 那銀林以前呢 考書都到我們嘉義啊 去考家中嘉尼啊 那現在你在銀林來講的話 他這個 這些學生啊 可能會造成以後啊 你把它換成跟嘉義 嘉義分開嘛 那因此他可能就是以後 會搬家的情形來應付 不用搬家 不是靠學級分發齁 那麼這個 如果特色招生 銀林的學生 要到家中嘉尼 還是可以跨區來考特色高中 但是銀林的學生 如果要免試入學 他只能在銀林縣的招生區裡面呢 他去做分發 免試入學 就是銀林的 考試科醫院區 考試科醫院區 就是25%那個是沒有 沒有這種限制嘛 對 銀林要來考建中也可以 但是呢 他如果說要分發的話呢 就在他原來的 就學區 他那個縣裡面來分發 那這個 因為在當時這個 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的問題 對 我們會加強說明 讓家長放心 教育部在這個方面 是要趕快把這個 政策 把他離定 然後給大家了解 現在昨天來參加 大概都是國一的 顧問金比較多 大概行政院這29個方案 大體底定 只有必須要限制自己 因地置疑 那麼呢 這個提出 還沒有必須的條件 還沒還沒確定 而已 好那那個 另外部長剛才大家都 談到有關於這個 公務員加薪3% 這個問題 我上次也跟部長請教過 也說已經有這個 這個 給他們 多增加了 他們給他補助的這個費用 那其實來講的話 本來自己負擔的 那當然是學校自己要負擔 是沒有問題 現在只是說我自己要負擔的 以前沒有負擔的 現在你這個 加薪啦 就給這個 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種這個 這個費用 就給這個大學 自己去租付 用這個 校務基金 來租付嘛 一直在這種經濟來講的話 是不是 上次講說你這裡面 有補助他這方面的 但是其實學校裡面都會講到說 你現在這個補助是像 從明年開始 今年這個學期好像沒有 有 今年有 我們有最佳預算 今年有發下來的嗎 有最佳預算 大概63.68 我們最佳 三億多 給各個國立大學 跟高中 有 63% 所以等於上面要駐索 37 那明年 101年的預算 我們是追加 我們是編列 65.65 大概34.35 是這個要駐索 不到35 駐索 這三十幾 都是誰要駐索 大概每個學校 就是住所 百分之35 左右 那百分之65 有些學校好一點 對 因為上次跟那個 紫記長 時紫記長跟他講 他也說 有給人家補助 有有有 那確實這個學期也有 對 這些也是最佳預算 明年是正式預算 國立學校都有 那什麼時候會給 已經給了 給了嗎 最佳預算 給了 給每個學校是不是 那好 我想這個 再給這個部長 澄清一下 7月1號開始最佳預算的嘛 好 那另外部長 這個 有關你這個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跟這個頂尖研究中心的計畫 是 第一期已經是 結束了嘛 對現在第二期第一年 那 部長你認為說第一期的這種 這種 這種這個執行的成效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台灣大學已經幾次 世界的 這個排名百分之 一百名以內 八十七名 對 那其他的有沒有什麼 在這種這個執行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 優 或者是類的這種情形 都 每一年都有 挺進 都有進步 我們從原來的七首 現在到十首 世界五百大 那台大呢 進到八十七名 台大也是兩岸四地 現在被 在上海交大評鑑最好的一所學校 那麼在這個 ESI 就是 Essential Scientific Index 裡面呢 我們有二十一個領域 台灣有十七個領域 暫時是 Top 1% 所以國際上 包括有 有在前一百名的領域 我們有十一個領域 包括這個 光電啦 科技啦 這個生物 醫學 藥物等等 那麼物理科 化學物理等等 農業藥理 一共有十一個領域 是世界前一百名 所以學術上 我們走得出去 現在很不錯 所以我們東南亞招生 能夠這麼順利 就是台灣在 五年五百億 還有各大學的 很努力提升學術的競爭力 我們讓大家有信心 是 有成果啦 有成果 這個當然是一個好的現象 是 不過 關於這個監察院 對這個計畫 他曾經有這個 主持這個 需要改進的地方 第一個他是說 目標定義有簽名切 聘任委員的領域 配置不一樣 那麼這個審議的指標 以為能考量不同學科的 特性 即為納入學校畢業生 對社會的貢獻 造成這個大學 變成一個 M型化的七色的支線 這個 他雖然是這樣講 這個監察院所講也不一定 對啦 因為他也可能只看到 一半的這種情形 我們不能盡信 那這裡面 也有是真的是這樣情形 比如說像這種情況 部長你認為說 像這種這個 目標定義有限明確 聘任委員領域配置不一致 這個部長你怎麼看法 基本上 透過五年五百億做拔尖 把台灣的一流世界的頂尖水準提升 這個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像教學卓越 比較普及化 各校的補助款比較普及化 但是拔尖跟普及是兩個不同的理念 所以我認為維持少數的學校 十所 十一二所 應該是蠻合適的 這也是經過我們國內外 院士跟一些國際學者 共同建立的共識 所以我想這個定義上應該是 我們會再加強說明 那最後 暫一分鐘 就是 我們立法案的預算中心 資料顯示 也就是說這個 作項的這個經費整體的支出 構築這個圖書儀器 改善硬體建築的費用 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三 其他 提升教學與研究費用佔百分之三三點九 那這裡面當然你構築圖書 定義很明確 但是 有關你這個 提升教學與研究費用 到底它涵蓋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一個範圍 提升教學研究費用 是包括老師的這個 教學設施 老師的教案發展 還有對學生的輔導 那麼很多的經費規劃 在這方面我們的確是 還可以再加強 所以研究型大學過去被批評說 對老師的教學比較膚視 所以我們也請他說 在這方面還是要重視 對 關你這個方向 當然是說我們希望說它能發揮功能 但是在這個 呃 這個剛才所講的這個情形 我們希望它能確實 產生這個效力出來 有 我們在9月10月在仿視當中 希望有一些缺失要求它會提醒它 謝謝 是的 喜歡 說 是的